這首歌是台灣所有的男生 應該是所有的男生 應該是60歲以下 所以有當過兵的都會 剛剛世間也會 65歲 世間一定會唱得很好 一定會唱得很好 因為第一個就是高中的時候 有很多軍歌比賽 那個時候在我們這個年代的高中 就有軍歌比賽 夜席是指定的歌曲 另外一個就是當過兵的 大概65歲以下的 所有的男生當過兵的 幾乎都會唱這首歌 所以這首歌是當時的 軍隊裡面的軍歌比賽 都必須要唱的歌 好 為什麼國瑜 會對這首歌很有感覺 其實很多當過兵的男生 對這首歌都很有感覺 是為什麼 因為他的歌曲很特殊 他的歌曲 而且他的歌曲要加動作 夜色茫茫這樣子 賴教授要不要表演一下 我表演 不好意思 還有指定動作 直接一起來 您應該也會 是 我說韓國瑜是講公上身 王偉愛是韓國瑜上身 我很快把它解釋完 因為這首歌它的節奏 它有慢 有低沉 有高抗 然後有動作 而且因為他的動作很精采 幾乎所有的當兵的男生 都會做這個動作 因此當他們在追女朋友的時候 特別是喜歡在晚上 追女朋友的時候 越黑風高的時候 這個時候男生他就要表現出 他當過兵 他覺得很光榮 當過兵的男生他覺得很光榮 然後這個時候 女生就會露出那種崇拜的眼神 因為他可以講出 他們很多在當兵的時候 女生 因為女生不能當兵 男生有當兵 所以男生就會講 他在軍隊裡面 發生奇奇怪怪的 或是各種各樣的故事的時候 女生就會覺得好好聽 這個時候男生就覺得 雄性發作起來了 他開始要唱這首歌 唱這首歌的時候 最後就征服了這位女士 所以 賴教授 你真的想太多了 你沒替韓國瑜說 他追女生的時候 不知道唱什麼歌 只好唱軍歌 和李嘉芬約會的時候 帶他去台大操場散步 就唱了夜席 李嘉芬的反應是說 我應該是你唱軍歌 唯一 唯一好不好 唯一沒有跑掉的女朋友 代表唱這個歌 你會教女朋友 效果不一定好 沒有 其實有很多女生 都因為男生唱這首歌 然後就跟那個男生在一起 所以很多的男生 真的 我跟你講 你有唱過對不對 沒有 你也是這樣 我失敗 他唱很多都失敗 所以我還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相信你們 不相信現在唱唱開始 不是 你就問一下你們的男朋友 或是你的先生 他在追你的時候 有沒有利用夜黑風高的時候 唱這首歌 因為這首歌其實是 很好的一首歌 而且我覺得民進黨這樣批評是不對 因為當兵是為了保衛這個國家 然後唱軍歌是為了鼓舞士氣 所以保衛國家鼓舞士氣 來唱這首軍歌 怎麼會叫做軍國主義 怎麼會叫做講功附身 怎麼會叫做崇尚這個 那首歌講功應該不會唱 因為那首歌可能還沒有 講功應該已經不在了 不在了 因為其實他是鼓舞士氣 他是讓軍人比較有士氣 然後在晚上夜行軍的時候 也能夠唱這首歌 我覺得軍歌是很好的事情 他們選擇這個軍歌也很好 好 重點在意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因為昨天確實很多人到 我們要問的是 自費的比較多 還是免費去的比較多 什麼叫免費去 免費去的意思也就是說 他搭交通工具不用自己付錢 那就是被動員 如果是你要自己騎摩托車 自己開車 或是自己去租遊覽車 還要貼錢 這個就是自動自發的 我覺得韓國瑜的 昨天的這個造勢活動 絕大部分都是自己付費的 也就是自己騎摩托車 自己開車 然後自己租遊覽車 所以他不管他是被動員 或是不被動員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我首先先請柯文哲閉嘴 柯文哲是 我說實在話 同樣北高市長 對大陸的態度 韓國瑜疾病 跟我完全立場不同 不過我認為 在我的眼中的韓國瑜 在大陸政策上面 他是真小人 柯文哲是偽君子 所以偽君子先閉嘴 兩個原因 柯文哲自稱墨綠的出身 他是獲得綠色跟中間選民 年輕朋友支持上來的 我認為他不應該沒有台灣意識 國家觀念 那個第二點 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 柯文哲 你先把首都台北市治理好 這才是你分內的工作 他不要撈過界 中國政策兩岸問題 不甘你台北市長的事情 柯文哲閃邊去閉嘴 第二點 惠玲剛剛 你這樣子會讓他想要參選2020 他家的事 他的權利 我再一次講 柯文哲一定會選 但是柯文哲一定選不上 惠玲剛剛講說 美國人可不可信 說實在話 我們都不曉得 但是我倒是先跟你探討一下說 那中國可不可信 我拿蔣經國先生 他在1979年講了一段話 蔣經國先生說 他說中共不守信用 任何期待中共 說在台灣跟中國大陸統一之後 中國還能讓台灣保留 獨自的社會經濟制度 他說這是一種奢望 他說大家不要 他說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 他說中共是不講信用的 所以講信用反對一國兩制 他講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蔣經國 反對一國兩制 所以蔣經國很清楚 他已經跟我們講 還有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台灣經濟這70年來 發展 經濟成果 發展最強的時候 不是在我們跟中共好的時候 是在跟中共還對立的情況下 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率最高 再來其次 我講一下九二共識 為什麼這個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了 過去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欺騙我們就算了 我拿中共講的話好不好 中共1999年他們國務院 1999年國務院 他們就講了 中共他講很清楚 他這一段講 他說台灣當局不敢公然 完全的放棄一個中國原則 只能借助於歪曲的兩會共識 謊稱兩會達成一個中國 各自表述的共識 甚至說成是一個中國含義 各自表述 當時所謂台灣當局是指誰 就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在呼籠 共產黨都不承認的東西 我們來呼籠台灣人 他還講 海協會他還講 當年國務院 海協會堅決反對台灣當局 就是說當時國民黨的執政 把兩會共識歪曲為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很清楚 然後他還講一句最難聽的話 這一句是難聽到一個經典 他說國民黨當局這樣子做 他說充其量 不過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 拙劣表演 是欺騙台灣人民 和國際社會的一種騙術 也就是九二共識 在中國來講 他說這是掛羊頭賣狗肉 是欺騙台灣人民 和國際社會的一種騙術 這國務院就講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把中共 跟我們台灣多數人 都不接受的東西 還要繼續呼籠 我們台灣人說有九二共識 還有柯文哲 他問的這些問題 他是代替中共來問台灣 他沒有這個資格 我覺得台灣人要怎麼答路 很清楚了 小英總統已經答覆得很清楚 已經答覆得很清楚 我們拒絕一個中國 跟一國兩制 就是這麼清楚 所以他也拒絕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嗎 然後大家就是看著辦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是一宗憲法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人拒絕一國兩制 台灣就不能活嗎 台灣是要靠好 我跟你講一國兩制不是新東西 我們才能落活到現在嗎 英國兩制不是新東西 英國兩制從1982年到現在 你很長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是台灣都在 台灣都在 他講一國兩制 是講香港 跟我們台灣全台灣無關 台灣跟香港在國際的定位 在國家主權上是截然不同的 過去40年有一國兩制的時候 香港九龍是抓給英國99年 台灣是當時被 中國永久放棄的國家 你剛剛列的蔣經國那一段 就是蔣經國在回應 一國兩制的問題 所以不是只有在講香港 從蔣經國時代 就已經在回應 台灣一國兩制的香港 所以不是只有在講香港 不過我們要有建設性 還是這個問題 如果說不要九日共識的話 現在兩岸之間的關係 要用什麼方式 進行互動跟交流 建設性的建議 我再講一次 我認為建設性的想法 不是單方面由我們台灣提出 因為台灣相對於中國 我們是小 他們是大 國力 我們是弱 他們是強 小的 弱的 在跟大的 強的對峙的時候 我們小的 弱的這一方 我們不能先讓步 為什麼 小的一方先讓步就是投降了 他大的一方還可以讓步 他還可以說 他還可以說我讓步 是我風度好 我有氣度 有風度 氣度 可是小的讓步就是投降了 所以我們是退遲一步 絕無實所 這句話也是兩個 蔣總統都講過的 司機議員 就查你剛剛那篇文章 1999年這篇文章裡面 中共是完全不接受九二共識 完全不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但在2015年以後 開始接受了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講法 而且2008年 美國跟胡錦濤跟馬英九這邊 電話confirm了 就是說你們大家願意 一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來恢復談判 這個到底是我們讓步了 還是大陸讓步了 我想知道你的答案 司剛 我引清據點拿出實際的 他說你拿的是1999年 1999年的 你要拿出實際的憑證好不好 你不能說誰跟誰打個電話 每一天我們台灣上空 有幾億通電話在打 你不能講那個空的 我拿出實際的空口說白話 2005年有那一通電話的 有啦 我一定要拿出來 我把他通電話給你 這個真的有 真的有這電話 Google一下就有的 就是再要人家拿證據 就是秀自己的無知 我覺得有一個部分 是一代人做一代事 你不要打岔 你不要打岔 你可以我就算 你叫好幾次 對國家的領導人小英總總 你用那種明理中的方式 請不要打斷我 男子和大長御不要這個樣子 我覺得王議員對於馬英九 以及對國民黨很多人 然後也都在免禮藏針 首先我們認為 針對於很多的證據也好 跟說法資料也好 一代人應該是做一代的事情 那個年代 有他們那個年代的時空背景 因為就像現在還有很多 比如說 我也不講名字 民進黨議員的父親 其實是共產黨員 那麼這就是一個 時代背景的局限 難道我們現在要去指的 民進黨的議員去罵他嗎 這其實也都沒什麼道理 那麼因為如果真的要談 時空環境不一樣的話 那麼蔡英文她早期也說過 未來一中就是台灣人民的選擇 蔡英文在當陸委會主委的時候 也說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那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都有說過這樣的話 所以要道歉 民進黨應該先道歉 因為蔣經國至少 他已經往生了 他沒有辦法到現在來做評論 但蔡英文是在現代的 他應該對他過去的表述 做出一個表態 不論是道歉也好 或者是什麼樣的說法 那麼再來就是92年的這些文章 是怎麼樣其實真的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從05年以後 兩岸的關係跟92年的談法 一點關係都沒有了 你談九幾年的那些文件 可是在2014年 從2008年馬英九開始 兩岸就是一個新的局面了 正因為有過去八年以來的 九二共識的基礎 所以才會有後來的馬錫會 那在那場會面當中 習近平給馬英九也是秀出了 中華民國的國旗跟國徽 讓馬英九講出了中華民國 大陸有沒有打壓 大陸有打壓的能力 但大陸卻沒有打壓 好 那麼剛才王議員又說 一國兩制是香港 跟台灣沒有關係 既然沒有關係 可見得民進黨自己都知道 他是在欺騙人民 因為民進黨是告訴大家 一國九二共識等於一國兩制 等於失去民主自由 但如果這個等號真的成立的話 那麼難道馬英九 八年接受九二共識 台灣是沒有民主自由的嗎 當然不是 如果馬英九 接受九二共識 叫做失去民主自由 那麼我們怎麼還選出蔡英文 讓他現在來這邊執政 好 那麼當然我要到現在來講 就是在這個階段 我們重新去討論跟澄清 九二共識的內涵 充其量我們也只能夠證明 民進黨說謊 但是對整個兩岸的大局跟大事 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追問說 民進黨必須要提出替代方案 其實現在很多台灣年輕人 已經忘記了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九二共識 是因為兩岸的官方 需要有溝通的機制 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東西大陸都是已讀不回 所有正式的交流跟溝通 通通都是中斷的 而我們也擔心這樣的一個冷戰 還會再繼續的持續 包含大陸他可能 我們台灣對於大陸的貿易戰 整體出口 出口就佔了四成 會不會在其他經貿上面 大陸還會有其他對台灣的不利 或者是繼續壓縮 台灣人在國際上的空間 這些都是因為不承認 九二公式而帶來的壞處 最後都會影響到台灣人民 所以不能夠單純 只是向民進黨講說 我們就等著辦就看著辦 但是在你說看著辦的 這句話的同時 台灣人的權益 很有可能會持續的受損 民進黨告訴大家 我們一定要團結一致對外 但是從來沒有告訴大家 對外之後 然後要做什麼東西 是要打一架嗎 如果打也打不過的話 是不是還是必須要回歸到 談判桌上來談呢 然而到目前為止 真正必須要面臨的是 當大陸習近平拋球 說我們來談一談 兩制的台灣方案 這個時候 國民兩黨如果完全都不回應 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畢竟會有台灣人覺得 我們應該要在 不放棄民主自由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還是要往前踏進一小步 不會那麼的躁進 但是我們必須要溫和的 去踏出這一步 我潛艦提出三個步驟 兩岸和平步驟 第一個是在野黨必須先提出 台灣方案的論述 論述內容之後再提 然後我們到大陸 去跟大陸來進行溝通 確認大陸覺得這個方案是可行的 沒有簽署任何的文件 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會談 覺得這個方案是OK的 然後在野黨的這個台灣方案 在台灣拿來當成 2020年總統大選的政見 供人民投票決定 是完全符合民主自由的 讓台灣人決定 如果這個時候投票政見 OK了 選上了 當選之後 那麼就政府對政府 對大陸來簽署和平協議 逐步落實台灣方案的內容 這樣的一個整個條件 三個步驟 其實第一個 他符合蔡英文講的四個必須 也符合習近平所說的 這整個的方案治理 那麼對於什麼是台灣方案 我認為基本上可以分成 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不要再講什麼九二 什麼各表 同表 因為其實大家也聽不太懂 講最簡單的 就是我們承認是中國人 承認是中國人 基本上兩岸我們就可以有 各式各樣的一個交往往來跟互動 然後台灣人當前的這些權益 基本的選舉權 言論自由權等等的權利 必須要能夠受到保障 因為我們必須 鄭重的告訴台灣的朋友 大陸從來沒有說過 要剝奪台灣人的選舉自由跟財產權 這是民進黨不斷的 再去造謠跟恐嚇的 確保這個前提之後 到了未來如果我們想要 進入到第二階段 一樣我們必須是透過總統大選 或者是公投的方式來加以確立 那就是兩岸未來 不論國旗國號或一個什麼樣的制度 只要保障台灣這邊 是能夠持續擁有選舉權 民主權 自由權 各式各樣權利的時候 兩岸我相信 共同創造中國人的最大福祉 這其實是一個長期的方案 而在每一個階段過程當中 只要能夠確保 台灣人的投票權是存在的 我認為這才是確實符合台灣人的利益 也是符合兩岸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軍隊就會有軍歌 美國人也會唱軍歌 不是只有軍國主義的人會唱軍歌 所以說有軍隊就會有軍歌 除非民進黨的人是反軍隊的 那就把中華民國的軍隊解散 也不要再跟美國買武器了 因為你反對所有的軍隊 只要有軍隊就會有軍歌 軍人唱的歌就叫做軍歌 不是軍人唱的歌就叫做軍國主義的歌 這也實在是差太遠了 軍國主義的歌大概只有納粹的歌 日本的軍歌才叫做軍國主義的歌 而且你看夜襲這個歌裡面 他講的其實就是同袍情誼 兄弟在戰場上面漆黑的時候 靠著彼此的兄弟的情感 共同的打贏這場仗 所以其實他講的是這種 兄弟同袍的一個情感 他並沒有在這裡面 你沒有看到任何的政黨 立場 意識形態 完全沒有 所以他其實只是一個情境而已 我不知道民黨到底怕什麼 然後在這裡面到底 刺到了心臟 這個是一個深綠選區 是一個民進黨的心臟 那很多 怕的是你們把敵人 看成自己的同志 當大陸在威逼台灣的時候 你們把敵人看成自家人 然後把自家人 我們應該是民主競爭的政黨 結果你把我們看成 你口仇一般要夜襲 是你們敵我不分 立委你要想去 民進黨非常的懷念講功 我們台灣就是認為 應該要有軍隊 這首歌是振奮自己 不是唱給你們聽 這首歌是振奮自己 不是唱給你們聽 你們在面對敵人的時候 你們不敢唱 我請問 你們可曾 你們敢在共軍面前唱這一首嗎 不是 你們是國共一家親的 823炮戰是誰 民進黨都不肯承認 823炮戰的人有什麼臉 有什麼嘴在這邊講 沒有 我本來是不想 對王世堅講的話回應的 因為今天有韓國瑜 其實王世堅幫了很大的忙 所以我們藍軍其實還滿感念 王世堅在這上面的功勞的 所以不管他講什麼 我們其實不 這個色擁我 我承認不起這個 所以我們不想要跟他起舞 但是第一個 我沒有反對台灣要有軍隊 今天罵軍哥的是誰 我沒有罵軍哥不好 是民進黨說軍哥不好 所以我說如果軍 我們說你在那個場合唱不對 這首歌是唱給我們自己聽 我們不是在對你們唱 所以你造勢會場上不能唱軍哥 是這個意思嗎 剛我就講立文講 立文說這個是在鼓勵 我們自己同志團結 可是你們有這樣子嗎 反正大家都會唱 我們國內我們不分政黨 我們是民主競爭 不是這樣嗎 你們把你們深藍的造回去 把民進黨把藍綠色的視為叩籌 我們應該共同經營台灣議事 對抗中國的併吞 不是這樣子嗎 他這個立場你們就要講 都可以講到中國去 我很簡單的解釋一下 不要把軍哥說成是軍國主義 我覺得這很重要 沒有 我們哪有說中國主義 有 現在他們就在批評 就是說軍哥是 鄭運鵬 鄭運鵬講 鄭運鵬都道歉了不是嗎 不是 他道歉的是說 他把那些人指控了他道歉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法國有個基層的軍官 他寫了一首軍歌 叫做馬賽進行曲 後來成為一個非常流行的軍歌 然後之後他就成為法國的國歌 所以不會有人把軍歌說成是 你是在唱軍國主義 因為到現在 法國的國歌就是馬賽進行曲 所以也不會有人認為 法國就是軍國主義 所以我覺得批評一個人 批評一群人他唱軍歌 軍歌是鼓舞士氣的 所以他跟軍國主義沒關 軍歌就是鼓舞士氣而已 鼓舞大家的士氣 我是沒有想到 一首軍歌 民進黨就嚇破膽了 但是我還是要必須要講 因為剛剛王世堅 特別針對我做人生的攻擊 我離開民進黨的時候 是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我離開民進黨的時候 是民進黨的陳水扁 當總統的時候 我加入國民黨的時候 是國民黨第一次在野的時候 所以所有的民進黨 都有榮華富貴 我從來沒有因為民進黨的關係 封我一個官 給我一個位子 給我一個董事長 完全沒有這樣子 所以回過頭來 不需要把 不用建設回家 我覺得是這樣 也不需要對人做這種 無謂的人身攻擊 這一場選舉裡頭 因為韓國瑜出來 所以對民進黨受不了 對民進黨失望 對民進黨生氣 而離開民進黨的黨員更多 我也知道民進黨這些人 都被民進黨的人罵背骨的 那你們有沒有想到 是誰先背棄了民進黨的支持者 是誰讓民進黨的支持者 他們這樣子一生幫民進黨出錢出力 今天韓國瑜是一個沒有任何人看好 連他自己都覺得自己選不上 到現在民進黨還是覺得 韓國瑜是吃人說夢 不可能選上 那這些人是為什麼去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會給他一官半職嗎 韓國瑜給他榮華富貴嗎 韓國瑜自己都沒有一官半職 韓國瑜自己都沒有榮華富貴 民進黨中央到地方全面執政 幾千個職位等著封關 事項難不難看 大家人們心中有一把尺 這些人是因為韓國瑜 給了他們什麼好處嗎 我上了一半時間就好 我講的連你一半都無道 你把執政就認為就是分官封學 就是享受 我請問 國民黨在台灣中央執政 這70年裡面 國民黨執政了超過56年 所以我們現在離 我們原本的題目太遠了 我們可以這樣子講嗎 不是 這就是你錯誤的一些觀念 錯誤的一些觀念 來執政是要為人民為國家做事 你們執政就叫做事 民進黨執政就叫吃香喝辣 這基本上 你的這個觀念就錯誤 你就已經在抹黑栽贓民進黨了 不是這樣子嗎 羅兆宏 強棍大哥這就是 他們現在也已經被貼上了 被貼上了炸雞飯 他們很多熱門民進黨 已經恐嚇他們的理念 你們對王金平那樣子 也是一種跪顧 不是嗎 王金平幫你們最早陸軍 去整個去call這麼多人 你們在每一場羞辱王金平 這是誰跪顧 我覺得不要再 你們不要再移持 我們宥蘭的集中了以後 就把本土的王金平 晾在一邊了 這是基本的為人處事 最不應該的羞辱 看法就是說 韓國瑜他根本不用成為 2020的參選人 他也不用去當國民黨的黨主席 可是他的影響力 已經超過這段位置 一個高雄市的市長 已經超過總統參選人 跟黨主席的影響力 這才是重點 所以韓國瑜他接下來 一段時間因為輕微肺炎 他也要大干一場 他要到市場去住第一個晚上 那一天會有22個縣市長 以前除了六都以外的 上任時間還不一樣 只有直轄市才是12月25號 現在改了以後都是同一天 全台灣22個縣市長就職 可是新聞焦點只有一個 就是設在市場的韓國瑜 他連新聞點上他都不會退燒 他要繼續做這件事情 民進黨最不希望誰出來選 誰 白色最不希望誰出來選 然後國民黨推那個人出來就對了 綠的跟白的 都不希望出來選的那個人的交集 在我看來就是韓國瑜 絕對不會是那個板子上面 那板子上面的我都不想看 主持人因為上個禮拜 你講一個事情 其實我耿耿於懷我記起來 上禮拜四我來錄影 然後這個主持人講說 2020年的總統可能是醫生 然後我就被他唬出醫生 因為那天蔡總統跟科文德見面 後來想說賴清德很像也是醫生 所以我就耿耿於懷 但我要跟觀眾朋友講 2020年總統可能是賣菜的 也有可能 不是不可能 有可能是賣魚的 因為我真的鼓勵國民黨的中生代 像立文 宏偉學妹 這些中生代出來 為什麼 因為那天蔣萬安委員在現場 你明明就是鼓勵韓國瑜出來 沒有 我要講一下國民黨的中生代 因為韓國瑜年紀大一點 後來就60歲了 蔣萬安才大概40而已 觀眾朋友 你不要看歐巴馬這麼老 歐巴馬當總統說他不到50歲 所以你是鼓勵蔣萬安 中生代 蔣萬安也好 江啟成也好 鄭立文也好 我說你們要勇於表態 就是說你們要去接棒 你們應該把這幾個人刷下來 我要講的重點在這裡 所以主持人你看那天 其實我Cue蔣萬安 他都不理我 他佛系的來賓 我Cue他都不太理我 我做球給你 你也打過來一下 我們才在對不對 偉翰跟我會打 蔣萬安在坐在那裡 很不想坐在你對面嗎 對 那天 給他打不還手 罵不還口的 對 我不是說他不好 我說我希望你更積極一點 你來上 我幫你想到一個絕招 我幫你想到一個絕招就是說 反正吳隊英明 如果也贏不過這些人 他就乾脆像當年 就是去 就是今年 強迫徵召韓國瑜選高雄市長一樣 韓國瑜就算不願意不表態 強迫徵召你選總統 這樣就解決你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是我的 立文作人 你的建議 但是你沒有解決吳敦義的問題 沒有 就提名韓國瑜 韓國瑜說我沒有 我不要 這就是價值觀 吳敦義假如說 我今天替國民黨找出一個 解決中華民國問題的總統 我一樣公在黨國 歷史定位 對 歷史定位 不一定說當主席 當總統 你就有什麼貢獻 沒錯 你把國民黨吻下來 兩岸形勢吻下來 找到一個勇於大開大和的總統 這個功勞比當大 你什麼時候記得什麼黎元宏 你不得了 你不要討我們 我們都忘了 沒有聽一聲負雄的評論 他一直講過黎元宏 這件事情 你一直記得講一件事 你前面那幾個你記得嗎 我直接怎麼樣 可以 我不是說譴責蔣萬恩委員 我說國民黨的總統 你的重點 你的重點就是你不要這些人 不要再一次講他們 我是用偽翰的邏輯 民進黨最怕的 白色最怕的 那個交集點 那個才是重點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一次的 很抱歉 我這個是驗票之前的民調 但一樣 差不了多少 你看柯文哲在這次選舉裡面 他是顯勝 大家都知道他是顯勝 請問觀眾朋友 2020的總統大選民進黨 你們講蔡總統或是賴清德 我認為民進黨候選人 一定會比姚文治的17%來得多 霍元宏 你說對會為 我認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一定比姚文治強 我對姚文治很抱歉 我認為國民黨的候選人 也會比丁守中強 這是我的判斷 不一定對 大家參考 我請問大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 柯舅沒信上了 因為你打敗的 我還是再次對這兩位很抱歉 你打敗的並不是國民黨最強的 我還是要Cue蔣萬安 希望你改天來再跟我對話一下 本來多少人勸勁蔣萬安你知道嗎 就是在丁守中 他們黨內還沒敗 很多人勸勁蔣萬安 如果今天蔣萬安 那時候就承擔的話 結果是這樣子嗎 是嗎 不是吧 恐怕不是 因為這個選項 我是個馬後炮 恐怕不是 所以我鼓勵國民黨的 忠聲帶出來 觀眾朋友 你看 我左手邊的 本來要選台北市長 我右手邊的 本來要選台北市的議長 你們這些小弟 不然你們去衝 你們都是政敵人物 你真的還是有吧 沒有 第一輪就變那個 我第一輪就被爛掉了 哪虎不開 聽哪虎 對 我意思說 其實他們都有想要 一個想選市長 一個想選議長 我很鼓勵這樣 吳文鼓勵忠聲帶來 國民黨不改變他內部的機制 你講得通通的無效 我回應一下惠文哥好了 因為我剛剛很認真 聽惠文哥講的 惠文哥講得真有道理 他剛剛講白綠最怕的人 確實是韓國瑜 所以現在柯文哲百班的 你看連陳佩琪都PO臉書 去告訴人家他去雲林 兩天 一破對不對 這個叫什麼的 一破兩時對不對 晚上還過夜 他也在拉韓國瑜 對啊 國民黨內想選的人 朱立倫剛剛第一發講 也在拉韓國瑜 那個韓國瑜自己跳出來 跟蔣萬安是同一件事 所以兩次我一起回應 蔣萬安如果那時候跑出來選 我知道他那時候有考慮 有很多人勸氣 他為什麼沒有 第一個 他第一件沒當完 會被攻擊 誰攻擊 黨員同志攻擊 不是被民進黨攻擊 是被國民黨內人攻擊 你第一件立委都沒做完 就跑出來 第一點 第二點 以那時候的狀況 他出選未必能贏兵手中 這是國民黨內的出選 所以同樣道理 如果韓國瑜現在跳出來說 要選總統的話 會每天同韓國瑜的人 不用等到民進黨 國民黨內會有人同他 會有人同他 對 這一排 對 所以我今天重點在於說 霍英哥講的也真有道理 就是如果真的要避開 那個狀況的話 你剛剛講的 姚恩志跟丁守中的得票 你認為2020一定會更高 可是你把姚恩志跟丁守中 這兩個名字改成 吳敦毅跟蔡英文的話 你真的覺得會 比例上會差很多嗎 如果是吳敦毅跟蔡英文 我真覺得 柯文哲有可能當選 所以蔡英文會比姚恩志還糟 然後吳敦毅會比丁守中還糟 在全台灣來講 以蔡英文下的民調的話 也就大概是十幾多% 對 雲英說如果這個是蔡英文 然後這個是吳敦毅 然後當選還是柯文哲 對 我就講說 所以藍綠都在期待對方推出 我想要的人 對 可是沒有錯 就是說其實我想要誰 所以大家才講說 所以會從清明等到敦毅 再等到中秋 因為大家都在看 中秋就派晚了 中元差不多 中元已經七八月了 中元已經八月 派一個白綠都很害怕的人 確實我們現在手上有一個 非常好的派就是韓國瑜 可是我們剛剛特別在講說 時間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要什麼時候整隊成功 如果你今天是韓國瑜的話 剛才孫將軍也說 如果等到清明的話 我們就公計算了對不對 好 我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讓他等到清明 我們為了等一個人的選舉 因為這個人實在是太好了 我們等到清明 那麼韓國瑜那時候 他是12月25號就任 他不是現在就任 對不起 他不是11月24號就任 他是12月25號就任 他就任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屁股還沒有坐熱 是不是屁股還沒有坐熱 所以老實講 我們在討論所有的人選裡面 確實此時此刻 最好 人氣最旺 聲量最大 如果今天把韓國瑜放上去 我打賭他比朱立倫的那個 滿意度或支持度還要高 可是問題是 如果一旦他成為2020的 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我想請問 其實我想揮文也好 或者是維翰也好 我覺得高雄市民第一關 就沒有辦法通過 你今天來說 要讓我發大財等等之類的 然後你12月25號就任 然後你到了清明節 你就告訴我對不起 Sayonara 因為我為了要成為 國民黨最強的一個候選人 所以我現在要去挑戰2020 我請問一下 其實我想韓國瑜就很難做出 怎麼樣對高雄市民交代的事情 這個確實是 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這個構想的推出人 你要答辯一下 沒有 這個構想 當時大家都想過 但是也有他 摯愛難刑的地方 另外我要講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麼多人 老實說 這個我們過去講了太多次了 但是就是因為講太多次 他又很難成真 如果今天不要說 說每一個人都沒有私心 那個帥將軍 不要說光是吳敦義 我覺得今天如果其中有一位 只要有其中的 當然我不能說全部的人 有一兩位說我不要選 我不要選 然後我願意 對 我不要選 你現在就要叫他說不要選 但是我願意為了這次2020 能夠出來我們做一個整隊 因為當你不選的時候 對不起 本來我們都是要選舉 你講你有什麼了不起 你還不是有私心 你還是要選 我跟你講漫天 你也是什麼全民調 排綠民調 什麼黨員的意志 你就講說狗屁 通通都是因為你自己心裡想選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信任 今天如果說我還會說 我告訴你們 我真的不選 我真的完全不選 我老實講 就是以他們這幾個人的 過去的資歷 還有他們的位置 說實在 我立刻上升了 對不對 我就立刻 我超然了 我願意在這過程裡面 這裡面很多人沒有位置 他說他不選 你就不關他的事了 他講的唯一的就是 沒有 這裡面就立刻就可以 有一個所謂真正的公道博出來了 對 就有真正公道博 你要選你當什麼公道博 你講什麼大家就說 因為你要選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不要選 我覺得那個公道博 就可以產生出來 大家就可以來談談看 怎麼樣的去整隊 所以我老實說我真的覺得 如果大家真的這個時候 不要再ㄍㄧㄥ了 也不要再gay了 也不要再在這邊 好像有很多人勸進 我沒有表態 怎麼這樣 弄來弄去 我跟你講 時間不等人的 我希望能趕快 大家會有一些人 能夠說真的 如果你今天整個的去衡量 你不會勝選 或者是你出來選也不適合 然後真正的能夠超然出來 我覺得那之後真正會產生一個公道博 我們的整隊就會比較快一點 不過形勢一片大好 不管是輝文想要勸退的五個人 還是洪文想要勸退的兩個人 都很難 主持人 我會回應一下 因為剛剛韋翰提到這個 我立刻把它打上去 就是韋翰講說 可能是不是綠的是蔡英文 藍的是吳敦儀 如果照韋翰剛剛講的話 這個人就一定贏 阿伯就一定贏嗎 我覺得不一定 如果說藍的是吳敦儀 綠的是蔡英文 可能是阿伯最喜歡看到的 藍跟綠的候選人 觀眾朋友 因為我不太懂說 但是阿伯一定會跳下來選吧 照韋翰的預測是這樣子 我不太懂說如果阿伯可以選 為什麼韓國瑜不能選 是因為阿伯已經當過一任了 所以他可以選 不是 但是用你的話講 既然阿伯算不掉 也不用韓國瑜來了 對 我的意思是應該公平 因為高雄市長 如果這樣可以選的話 台北市長 可以選的話 高雄市長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子 另外我建議大家 所以之後會有四個人選嗎 也不是不可能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去想想說國民黨那些大佬 2016他們在幹什麼 2016國民黨最六歲 黏在拼的時候 這些人在幹什麼 這些人是不是有人躲起來 是不是有人縮起來 然後現在說你今天 今天我現在出來選 你2016國民黨最六歲的選 你在幹嘛 很多人是扭捏作態 因為主持人知道我 信心大便之後 我就不想點名 我還是要回到蔣萬安 我再Cue他一次 你已經五個都點名了 還說不想點名 我沒有點名 我只有點名黃偉翰 我說蔣萬安那時候 為什麼不能出來選 你知道嗎 因為觀眾朋友 蔣萬安如果出來選 第一手中那批人就被洗掉了 現在2020如果是王宏威 鄭麗文這一代出來選 這些板上的也被洗掉了 他們不想被洗掉 可是我們希望他們被洗掉 差別是在這裡 所以我不要點名國民黨 講完這個例子 就是說你們國民黨中在 你們要學韓國瑜 韓國瑜都敢選 你不敢選 對不對 韓國瑜一瓶礦泉水 從頭選到尾 沒有人沒有錢 空降去高雄 現在變成這樣子 有違者亦弱勢 你怎麼看你以為 就像剛剛效應這樣 你以為憲民會從天上掉下來 不可能 你自己要去處理 你要去拚 你韓國瑜能夠成功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2020誰能夠贏得總統大選 只要誰能copy韓國瑜的模式 誰就會贏 台面上這幾個 我們又不點名了 我覺得他們要去 他們跟韓國瑜差非常多 你不是不點名 你是全點名好不好 你一定要補刀就對了 你一定補刀我也沒辦法 因為賴清德就做一個示範 對不對 我跟蔡總統請辭了 然後陳菊說我也請辭了 結果隔一天大家傻眼了 請辭的人通通說 我必須留下來 我必須承擔 只有我留下來 才可以解決現在台灣的問題 我只能說前面賴清德跟陳菊 做了一個很壞的示範 所以今天如果 吳一寧真的不走假辭的話 其實大家也不應該去責怪他 因為上面有更重要的人 他們也在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所有的矛頭 都倒向吳一寧 這件事是不對的 其實整個民進黨的敗選 怎麼會是只有吳一寧一個人 如果要論戰犯 他也不會是頭號戰犯 所以現在所有媒體輿論的焦點 都在看吳一寧要不要請辭下台 那的確像剛剛洪輝講的 就轉移掉我們去檢討 民進黨其他人 該負責而沒有負責 該請辭而沒有請辭的這件事情 照到底來講 這麼重要的地方型的選舉 大敗 該請辭的 蔡英文黨主席當然該請辭 行政院院長 老實說也是非辭不可 大家看2014年的將一話 二話不說 請辭就請辭了 沒有人在上演像民進黨這種戲碼的 欲走環流 然後還覺得自己無比的重要 在耐性的擔任行政院院長 這一年多以來 你自己製造的 這一些講X話的現象 你自己升奧燃煤電廠 你堅持說非蓋不可 還乾淨的煤都說出口了 然後很荒謬的 知道說大事要已去的時候 才突然就馬上 藉由一個他們的委員的詢問說 好 我要停了 有這樣子在做事情的嗎 然後隨意就說出口說 台灣人的平均薪資都有48000 如果沒有48000 趕快去跟你的老闆講 就是完全是不接地氣 那這樣的人 還要在這樣的一個位置上面 都不檢討 今天來檢討一個北農的總經理 我覺得民進黨 你怎麼有資格有臉 來講這些話 當時吳英寧上去 不正式也是你整個民進黨 你的派系包括蔡英文總統 力挺的嗎 吳英寧還是那個吳英寧 當時你們要扶植他上去 你就知道他是農運背景 沒有錯 他寫過書沒有錯 但是他不是一個管理者 他可以升任這個位置嗎 但當時你們給了他的這個位置 當開始有批判聲浪出來的時候 你們也不想換掉他 而你們今天換掉他唯一的理由是 因為民進黨大敗了 所以他非走不可 請問這是什麼邏輯 老實說如果我是吳英寧的話 我也會非常不符吧 就是當時你們給我這個位置的理由 跟今天跟我要走的理由 是不一樣的 然後之前你知道 蔡英文總統是下令 所有民進黨怎麼護航吳英寧 怎麼出來幫他背書 連公關公司都派上了 請問那時候的民進黨 你在想什麼 為什麼當大家覺得 當時吳英寧已經不失任的時候 你全黨之力要他在那個位置上面 你在想的是什麼 你是真正挺他這個人 肯定他的能力 還是你有其他的政治打算 你如果一切都是政治打算 不是真正在挺他這個人 難怪今天張花冠罵民進黨 無形無異 罵得也剛好而已 因為你就只是在利用這個人 所以我覺得吳英寧這個事件 跟突顯了民進黨的荒謬 你的用人的標準 到底是在哪裡 你是是財是所 還是你只是一切為了你的政治算計 當時為了逼韓國瑜走 最後沒有辦法 也找不出更適合的人 所以即使是吳英寧這樣的人 實習生也只好讓他上 然後你不想承認自己的錯誤 所以即使他表現不好 你還是硬挺他到底 然後荒謬到底 人民用選票教訓你之後 然後又把所有的錯 推到他身上說一切都是你 為什麼你要在這個位置上 誰要他在這個位置上 吳英寧何德何能 他自己如果是自己去爭取這個位置 我相信也爭取不到 今天完全是所有的始作俑者 叫做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吳英寧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該徹底檢討 就是民進黨這個政黨